五年前我怀了裴眼里的孩子,靠着这个孩子,嫁进裴家,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这五年里,裴眼里对我与孩子不闻不问,冷淡至极,三天前,我与他的孩子意外遭遇车祸而亡,他与白月光远赴犀利,携手完成年少时许下的心愿,小池死后的第三天,裴眼里仍未到场,灵堂中的人来了一波,走了一波, 各个脸上是悲痛惋惜的表情,只有我知道,那都是假的,站在餐厅,倒了杯水,正要喝下,身后传来女人议论的嬉笑声,小孩子都死了几天了,竟然还不见他爸爸回来,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那声音压低了再低,成了气声,陪二哥去了犀利雪山,跟平霜一起,那种地方,进去了就没信号, 陪家给他打电话都快要打疯了,愣是一通没接,兴许是故意不接,说话的女人勾纯笑了笑,谁不知道他是靠着未婚先运进的门,要不是他,陪二哥早跟平霜在一起了,在这一生生的嘈杂声中,我最终因为悲伤过度,晕倒在了灵堂上,被为了点要醒来,耳边还是有许多杂音, 我头疼欲裂,翻身将脸埋进了枕头中,试图逃避现实,潮湿咸腥的味道扑鼻而来,原来是我这些添掉的泪,眼泪都浸透了枕头,陪眼里却还没回来,吵声随着一道沉重脚步声的出现而散去,人群中似是有人说了一声, 眼里,你可算回来了,眼里,陪眼里,不会的,他远在西里,跟梁萍霜在一起,他怎么会回来,就算他想回,梁萍霜会答应吗? 他故意选在小池生日那天,带着陪眼里踏上出国的航班,那晚小池低着头,蛋糕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光芒映在他圆润的小脸上,照出他的失落,他是那么喜欢吃甜食的孩子, 却一口没动,稚嫩的声音一句一句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不哭不闹,从小就懂事,知道爸爸不爱他,更不爱他的妈妈, 这五年里,小池唯一的心愿就是爸爸可以陪他过一个生日,可到去世,这个心愿都没有实现,身旁的椅子被拖拽开,有人坐了下来,那个味道,是与我同床共枕五年的人, 只要他一靠近,凭借他的气息,动作,哪怕是一个眼神,我都感受得到,从前我是那样期盼他的亲近,可心灰意冷后,竟连一眼都不愿看去,陪眼里坐下后,二字很淡,抱歉,又是抱歉, 他跟梁平霜去犀利时,我拦住他的路,拉住他的袖子祈求,明天再去可以吗? 今天是小池的五岁生日,他想要爸爸陪他一起过,结婚这么多年,我自知没资格要求他什么, 毕竟这桩婚事不是他想要的,可在小池的问题上,我总是想要求一求的, 但毫不意外地,陪眼里拿开了我的手,面无表情,抱歉,平霜在等我了,可他的孩子也在等他, 不过,这一次,小池真的生气了,再也不会等他了,周身都很冷,我蜷缩了下身体,头深深埋了进去,陪眼里坐在一旁, 他知道我醒着,他是那样敏感多疑的人,这些年来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一是怕我在设计他,二是怕我伤害他的心上人,你醒了,陪眼里的语调中不见悲伤,更多的是急迫, 楼下的人已经散了,起来吃点东西吧,他怎么可以这么平静,就好像死的那个不是他的孩子, 的确,这么多年,他从没将小池当作是他的孩子,更没将我当成妻子,毕竟如果不是母亲的算计, 我上不了陪眼里的床,当不了陪太太,陪眼里恨我,恨我母亲,他曾称,我们是农夫与蛇, 想到小池,我又是一阵鼻酸,将脸陷进湿软的枕头中,声音干哑, 糊成一片,不住的哽咽,你去看过小池了吗? 嗯,看过就好,我努力克制住了哭声,你出去吧,陪眼里的声音如清风, 赵丽是那样的轻描淡写,我没接到电话,进山之后通讯设备失灵, 真的,真的,这算是强调,又或是为自己脱罪,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在意了, 嗯,出去吧,陪眼里没走,对我的态度很是不满, 堂知,孩子才几岁,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门,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解释,啊,我轻声发出一声笑, 接着活动四肢,坐了起来,我这个样子一定丑极了, 脸上是泪痕,皮肤上是一条条压痕,眼眶深凹着, 双目无神,面色惨白,远看如一具骷髅, 反观陪眼里,正襟危坐,正装出席,一丝不苟,那张脸如寒冰一样凛冽, 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她是审问犯人的警官,而我这个母亲,成了犯人, 你笑什么,陪眼里皱眉反问,我笑你,我靠在床头,脆如纸张, 一丝急碎,棱角却还是锋利的,你知道小池出门想去哪里吗? 陪眼里我注视着,示意我说下去,他要去找你, 他打了很多电话给你,但没有一次接通, 他说,爸爸可能是迷路找不到家了,要出去找你, 陪眼里迟疑了一下,你没拦住他吗? 我可以哄骗他一次两次,但他担心爸爸, 趁我,忽然间,我觉得自己真是又可悲又可笑, 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呢? 我停下来,深呼一口气,是我的错,短短几字, 在冰冷的空间中刮起一场风暴, 陪眼里的眼神附加了一层审视的味道, 我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道, 我错在不知天高地厚,喜欢上你, 又阴差阳错跟你结了婚,有了小池, 错在生下了他,让他受尽了委屈, 还没有保护好他,在陪眼里极具压迫感的眸光中, 我仰起一笑,最错在不该对你抱有幻想, 一想天开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 陪眼里表情空白,一时间没了话, 那一巴掌挥落下来的时候, 我跟陪眼里都没来得及反应, 人是从门外冲进来的, 带着哭腔与激烈的骂声, 打完后又拽着我的肩膀, 你连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你配做一个妈妈吗? 打人的是陪眼里的小姑, 她跋扈嚣张,目中无人, 一直不喜欢我, 更不喜欢小池, 她推过小池, 给小池吃坏掉的桃子, 偷偷在小池耳边说过, 她爸爸讨厌她, 这会儿的悲伤嚎啕, 不过是在陪眼里面前演戏, 我麻木坐着, 挨了好几巴掌, 嘴角出了血, 陪眼里这个丈夫却云淡风轻地看着, 一动不动, 眼里全是漠然, 过去到现在, 在我和小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从没伸出过援手, 头发被撕扯着, 很疼, 在一句句的骂声里, 我对上陪眼里冷沉的毛子, 曾经, 我只是摔了胶, 蹭破了皮, 她都紧张得不行, 皱着眉一个劲, 问我疼不疼, 时过境迁, 我在她面前挨着打, 她都可以做到冷眼旁观, 这么多年来, 我对陪眼里从年少的情窦初开, 再到她对我忽冷忽热后, 我小心翼翼地吃恋, 最后却在一场谋划与推动中, 让我跟她结了婚, 成了她的妻子, 从前我对她有爱, 有期盼, 还有愧疚, 多天来紧绷地闲断了, 我突然坐起来, 抓着小姑的胳膊, 反击回去了一巴掌, 她被打蒙了, 捂着脸, 睁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个家里, 除了裴眼里,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小池更没有, 这一巴掌, 我应该还回去, 去江阳墓园的那天, 我带着一脸未消的伤, 左侧脸颊红肿, 下巴还有几道被抓伤的痕迹, 那天要不是裴眼里上手拉开了我跟小姑, 这伤兴许要更重一些, 可裴眼里推开的人是我, 坐在车里, 寒潮从四面八方袭来, 我感觉不到冷, 空洞地望着车窗外, 裴眼里坐在我的身侧, 接着一通电话, 是梁萍霜的, 小池下葬的日子, 身为她的父亲, 却一定要在这种时候, 接其他女人的电话, 她的声调一贯地散漫, 但对梁萍霜, 有种特殊的耐心, 是, 还要忙几天, 你先回, 她, 我半侧着身子, 感受到裴眼里的眼神掠了过来, 接着递来了手机, 萍霜要跟你说话, 换作从前, 我大抵是要把手机摔出去的, 可没了小池之后, 再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在裴眼里压抑的目光中, 我笑着接了手机, 贴在耳边, 屏幕上还残留着裴眼里的余温, 过去我是那样向往她这个人, 她的气味, 声音, 体温, 我都想要靠近, 可现在只是贴了下, 就恶心, 梁萍霜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 还是那样落落大方, 又开怀, 堂之, 你还好吗? 我没作声, 身旁人的气韵很压迫, 好似我敢跟梁萍霜说一句重话, 她就会立刻将我赶下车, 这种事, 裴眼里不是没有做过, 还是在大雪纷飞的深夜, 我只是当着她的面, 跟梁萍霜打了一通电话, 警告她不要再破坏别人的家庭, 便引得裴眼里大发雷霆, 摔了手机, 将我驱赶, 那夜我在冰天雪地中走了两个钟头, 后来烧了一周, 她没来看过一眼, 是小池趴在我的床边, 稚嫩的小手贴在我的额头, 一生生患妈妈, 我是为了小池才活下来的, 那个孩子要是没了我, 在陪家该怎样立足, 可如今是我没了他, 我身体里的气息被一丝丝抽干, 失去了追求生存的动力, 耳边是梁萍霜重复的问声, 唐芝, 你没了孩子, 还好吗, 她声线很弱很低, 就是不让一旁的裴眼里听到, 你一定很不好, 因为你失去了筹码, 小池, 的确是我嫁给裴眼里的筹码, 没有这个孩子, 我进不了裴家的门, 可没了这个孩子, 我留在裴家, 又有什么意义, 这里不是我想来的, 一开始就不是, 我动了动肝疼的嗓子, 那我还给你, 梁萍霜正了, 什么, 我把它还给你, 我又错了, 这话不该这么说, 抱歉, 它本来就是你的, 手机顺即被抢过去, 裴眼里挂断了电话,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中, 尽显利器, 你又在跟萍霜胡说八道什么, 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可以跟丈夫的情人说些什么, 警告没了, 更不会咒骂, 有的只是放手, 放手,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段感情, 我无力再坚持, 就连这条命, 我都不想要了, 在一场萌萌小雨中, 小池下了葬, 墓碑上的照片, 是他三岁时拍的, 当时约好了一家人去拍全家福, 我与小池到得早, 从早等到晚, 周围都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他们有说有笑, 感情和睦, 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摆动作, 在欢声笑语中, 更趁得我与小池可笑, 我尚且可以承受裴眼里的冷带, 可小池呢, 阴沉的天气, 冰冷的墓碑, 背上的照片没有效, 毕竟那天, 小池是在强忍着失落拍了照, 他不想让我不开心, 身边有人撑伞, 我低头, 对着小池的墓碑祷告忏悔, 祈祷他来世, 可以有一对爱他的父母, 不要再像今生一样, 瘦尽冷眼, 眼前有雨掠过, 又有人影走过, 像是裴眼里, 我撑开沉重的眼皮, 看见他的黑色大衣擦过一道影子, 他弯腰, 在小池的墓前放下什么东西, 等他站起来了, 我才看清, 是一套赛车积木, 心下一鳞, 我有些不解, 当即抓住了裴眼里的衣袖, 他生怕, 我当着这么多亲友的面发疯, 低声道, 有什么话, 回去说, 那是什么, 我很冷静地问, 裴眼里回头看了看, 送小池的生日礼物, 他之前跟我要的, 没来得及, 他跟你要的, 约好的, 被我面上万念俱灰的神色吓到, 裴眼里反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怎么了, 我腿脚发软, 身体里犹如一把刀在脚着, 跌跪在小池的墓前, 我的孩子,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生日里, 分明拿到了假的生日礼物, 却还笑着面对, 小池一定知道, 那块表是我买来的, 可我说是爸爸送的, 他便欣然接受, 还笑着说要谢谢爸爸, 他什么都知道, 知道这些年, 爸爸不曾爱他, 连一份生日礼物都没为他准备过, 死后才收到了迟来的礼物, 可这还有什么意义, 家中气氛凝重, 裴眼里的父亲正在等他, 老爷子手中执着拐杖, 粗眉紧拧着, 对我的语气倒是柔和, 小池, 你先上去, 我知道, 老爷子这是又要对裴眼里动手了, 裴眼里的父亲, 是这个家里唯一喜欢我, 信赖我, 支持我嫁进来的人, 只因当年, 我父亲在危急关头救了他, 没了父亲, 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裴家为了报恩, 给了我母亲一份保姆的工作, 工作轻松, 薪水很高, 裴父又安排, 我与裴眼里一所学校, 叮嘱他要照顾好我, 将我当成亲妹妹照料, 裴眼里的确这么做了, 可我却不知天高地厚, 喜欢上了他, 裴父得知裴眼里在小池的葬礼上迟到, 支走了其他人, 要对他用家法, 保姆跑上来叫我去求情, 生死历劫, 拖拽着我, 先生平时最喜欢你, 你去说两句好话, 你快去啊, 我为什么要去, 过去我爱裴眼里, 掏心掏肺, 他伤了挨骂了, 我比他还难受, 但那都是建立在我爱他的基础上, 后来我日日夜夜看着他, 为了凉亭霜东奔西走, 爱没了, 惭愧与自责将我掩盖, 多少次我想要带着小池离开, 又有多少次, 裴父用不满沧桑的双眸望着我, 低声下气祈求我留下, 就当是为了小池, 就当是为了我母亲的遗愿留下, 我不该答应的, 卸下了裴太太的行头, 我穿着最简朴的衣服, 箱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都是属于小池的, 摘下耳环, 放在梳妆台下, 确认我没有带走不属于我的东西后, 一口气从心底浮上来, 这口气顺了顺, 我躲开保姆, 下了楼, 裴眼里这时已经挨了打, 跪在地上, 手掌撑着地面, 咬牙忍耐着, 一抬, 头, 赤红的眸与我对上, 可我却没多看他一秒, 裴父丢了棍子走过来, 他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尊敬的人, 他为我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教育, 让我与母亲有栖息之所,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 我还是感激他的, 叔叔, 我再次称呼他叔叔, 并非爸爸, 还记得我进门那天, 裴父拉着我的手, 放在裴眼里手背上, 苦口婆心嘱咐他, 小芝是好孩子, 你好好待他, 就像那天, 我跟妈妈来到裴家, 她也是这样将我介绍给裴眼里, 小芝以后就是你妹妹, 跟你一起上下学, 你要照顾好她, 不同的是, 少年时的裴眼里尚且可以对我微笑, 在学校照顾我, 带我去食堂, 等我放学, 还会拉着我看她去打球, 分明球场外那些喜欢她的女生, 都排成人山人海了, 她也一定要我去, 她那么耀眼, 优秀,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我却普通到了极点, 跟在她身边时, 总是埋着头, 身着朴素, 扎着马尾辫, 校服可以穿到天荒地老, 跟她说话都不敢看她的眼睛, 那样的怯懦内向, 不讨喜欢, 那时候学校里的人都知道, 裴眼里爱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她爸爸欠我爸爸一条命, 她人好, 不计较我的不合群和木呢, 去哪里都带着我, 可当梁亭霜出现的那一刻, 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在球场外看裴眼里打球的人成了她, 每顿跟裴眼里一起吃食堂的人, 也换成了她, 她是怎么悄无声息在裴眼里身边冒奸的, 我记不清了, 只记得一开始, 我并没意识到什么, 是裴眼里莫名的冷淡与同学在洗手间的一句, 唐之也太没眼力价了, 裴眼里都跟梁亭霜谈恋爱了, 她还像个电灯泡似的跟着, 电灯泡, 谈恋爱, 这几个字让我对裴眼里望而却步, 自那以后, 我很有自知之明地远离了裴眼里, 借口拒绝了跟她一起吃饭, 上下学, 就连在家里, 都避免跟她见面, 可当我跟男同学一起出现在食堂时, 她又找了过来, 站在餐桌旁, 用她居高临下的眼神, 审视着平民一般, 不跟我一起吃饭, 原来是谈恋爱了, 我不懂, 我只是不想做电灯泡而已, 可后来, 在阴差阳错下, 我拆散了梁亭霜与裴眼里这对神仙眷侣, 是时候该把这个位置还给梁亭霜了, 跪在地上的裴眼里站了起来, 那两下打得她不痛不痒, 她看着我时, 我看着裴父, 叔叔, 该留下的东西, 我都留在卧室了, 我今天就会走了, 小只, 搬走, 离婚, 是我前些天, 就跟裴父打过招呼的, 她不同意, 极力挽留, 像是那些年拦着我一样, 可她也知道, 没了小池, 我不会再留在这座母亲为我打造的囚笼里, 裴眼里像个局外人, 对我跟裴父的话分外不解, 走, 走去哪里, 她一句话惹恼了裴父, 你这个畜生, 给我闭嘴, 裴眼里拧着眉, 眼神复杂的我分辨不清, 唐芝是我的妻子, 她要走去哪里, 我没有询问的资格吗, 原来她知道我是她的妻子, 只是我这个妻子, 从没被认可过吧, 裴父被她气得心脏疼, 捂着胸口, 面色煞白, 我上去扶住她, 轻声安慰, 叔叔, 您别激动, 小只, 裴父对我跟裴眼里婚姻的破裂身表惋惜, 她知道问题都在裴眼里身上, 所以并不怪我, 这件事是我的错, 是我没教好这个畜生, 让你受了委屈, 让小池, 你妈妈要是知道了, 一定要怪我的, 叔叔, 不用说这些了, 我扶着她坐下, 撞上裴眼里探究的眸, 叔叔身体不好, 你要多上点心, 没了多日前的悲伤与眼泪, 我这个沉静的样子更显得悲痛, 从裴眼里身边走过, 她顺势抓住了我的手腕, 说清楚, 到底要走去哪里, 为什么要走, 哀大莫过于心思, 这个道理, 裴眼里不懂, 不再对她留恋, 我没多看她一眼, 用力甩开她的手, 离开裴家的第三天, 我在家中晕死过去, 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胃癌, 两个月前查了出来, 那时小池还在, 我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 我向裴眼里透露过, 可对上的只有她的冷眼, 她对我早已恨之入骨, 我醒悟得太晚, 我原打算治好了病, 带着小池离开裴家, 现在看来, 是我要去找小池了, 那天, 我没有说的是, 小池是因为我痛得晕倒, 才跑出家去找裴眼里的, 五岁的孩子还不知道叫救护车,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爸爸, 兜兜转转, 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生命的尽头, 睁开眼看到的人, 竟然会是贺一光, 读书时贺一光与我同班, 他家境不好, 成绩却很好, 一心扑在学习上, 跟裴眼里那样高高在上, 家境优渥的人相反, 过去裴眼里说他装清高, 让我离他远点, 我替他辩解过, 裴眼里骂我胳膊肘往外拐, 我知道他想要做医生, 也知道他一定会成功, 但没料到, 我竟然成了他身造归国后的第一个病人, 他穿着白大褂, 站在床边看着我的样子真微风, 反衬出我的狼狈与凄处, 这样子让我想起同班时, 他总是嫌弃地看着我, 然后说, 糖芝, 你考得这么差, 怎么还睡得这么香, 那时我总是撇撇没说, 眼里哥会带我出国留学的, 他说我不用那么刻苦, 每当我这么说, 贺医光的神情总是很复杂, 如今回想, 我总算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 依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下场总是凄惨的, 这不,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不管怎么说, 贺医生将我救活了, 我抬起插着针管的手, 弯了弯僵硬的手指, 朝他扯出一抹笑, 嗨, 贺医生兴许是不想与我交流, 就派了护士来照料我, 我是被邻居送来的, 医药费还没交, 护士询问家里人的电话, 我笑嘻嘻道, 没爹没妈, 没家人, 护士同情不已, 拔针的手都轻了许多, 贺医生说要带你去拍个片子, 再做个全面检查, 我无力地穿上自己的旧外套, 从陪家走时, 我什么都没带走, 毕竟那些东西不是我的, 我怕陪眼里找来让我还, 我实在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了, 旧外套是好多年前的, 不遇寒, 袖口浮起了一层毛球, 看着实在不怎么美观, 我缩了缩手站起来, 不用, 我就是泪晕的, 我身体好得很, 在陪家, 除了陪叔叔, 没人看得起我, 他们都知道我寄人篱下, 算寄着上了陪眼里的床, 这才坐上了陪太太的位置, 因而这些年, 我没享受过陪太太应有的待遇 与丈夫的爱, 反而活得不如一个保姆, 心理与身体都练就得金刚不坏了, 护士半信半疑, 毕竟我的脸色, 比隔壁的重症病人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了, 我可是胃癌晚期患者, 只不过这是个秘密, 小迟在时需要我保护他, 我私下跑了很多医院去找治疗方案, 疼得满地打滚, 呕吐不止, 拿上缴费单去窗口交了钱, 我捂着腹部, 步履艰难, 走出缴费队伍, 视线昏花空芒时, 像是看到了裴眼里, 他穿着我给他买的大衣, 将别的女人搂在怀中, 这个时候, 我多希望自己的意识再模糊一点, 那样就看不到梁亭霜脖子上那条, 我亲手织给裴眼里的围巾, 他拿走后, 我问过很多次, 围巾呢, 他只说忘了, 原来是给了梁亭霜, 他分明可以扔掉的, 却换了一种方式羞辱我, 我不意外, 反而由衷感受到一股平静, 兴许就是那一秒, 裴眼里消耗完了我对他所有的爱意与亏欠, 连带着小池的死, 一起葬送了, 黄粮梦醒, 我婚内丧子, 一无所有, 他心人在侧, 得偿所愿, 身处医院的人来人往里, 我想起这些年许多次, 我送给裴眼里的领带, 被梁亭霜拿去当抹布, 他妈妈忌日, 我等到深更半夜, 却在梁亭霜的朋友圈刷到一条, 你总是这么让人心疼, 就连我一针一针之好的围巾, 都戴在了梁亭霜脖子上, 那是母亲教我的, 是我第一次知, 送给裴眼里的时候, 我忐忑地想要得到他一个笑, 可是没有, 他只是接过, 然后道, 下次别再费这个心思了, 他是想要告诉我, 我再怎么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可我只是想要弥补, 想要做好这个妻子, 而那个时候, 站在我身旁, 拽着我一百安慰我的人是小池, 他说, 妈妈别伤心, 爸爸只是嘴硬, 傻孩子, 如果是对喜欢的人, 怎么会嘴硬, 他对梁亭霜, 就从不嘴硬, 小池死后的半个月, 我开始靠止疼药物存活, 身体的流逝会加重疼痛, 我无法承受, 只好吃止疼药抵抗, 每次呕吐后, 我都像是一具空壳子, 肚子里胃里都空了, 再发展到喝一杯水都会痛, 要吃很多止疼药, 抱着小池最喜欢的小熊, 才能睡得着, 昏昏沉沉中, 我总在想, 小池去世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疼, 他没有止疼药可以吃, 走的时候应该很痛苦,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照顾好他, 我的小池, 在意识消散之前, 我听到了一下一下的敲门声, 要不是痛感还在, 我大约要把这当成锁命的钟声, 门前站着的贺医生, 让我的表情更加难看了, 他以前可没这么禅忍的, 我求他给我讲题, 他都是爱答不理的, 要多冷淡, 有多冷淡, 这会儿是怎么了, 堂知, 你的状况很不好, 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是医生, 是位好医生, 一眼就可以分辨我的病情好坏, 贺医光的样貌, 跟过去比变化不大, 展开了一些, 眉眼间的巨傲更重了, 像裴眼里所说, 他是清高的, 清高的人, 是受不了侮辱的, 死之前还要得罪人, 我实在不忍心, 贺医生, 你是没有病人吗? 我竭力将自己演绎成一个刻薄的女人, 多让我做几项检查, 你可以拿多少抽成, 贺医光眼皮跳了跳, 堂知, 我给你钱, 你别缠着我了, 说完, 我走进屋子里, 拿钱塞给他, 这些够不够, 贺医生走了, 也是, 谁会纵容一个无理取闹的病人, 孤零零地死去, 就是我最好的结局, 吞下药片, 拉上窗帘正要休息时, 楼下两道身影落入眼帘中, 是贺医光与裴眼里,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他不应该与梁瓶霜在一起吗? 两人正在争吵, 眼见要动起手来, 我固步的身体上的不是冲下楼, 想也没想挡在中间, 强压着猴头的酸痒, 无力抬眸, 你来这儿干什么? 裴眼里还是那个样子, 站在晚风中, 大衣衣角与风清白, 月光落在他立体的五官上, 平白镀上了一层清冷疏离, 他看着贺医光的眼神, 是极具攻击性与敌意的, 跟读书时一样, 只要撞见贺医光用我的东西, 或是替我打水, 都要生半天的气, 最后再问我一句, 堂知, 你自己没有手吗? 要别人帮你, 他不允许其他男人帮我, 他却可以将自己所有的善意都留给梁瓶霜, 过去我爱他, 为了他疏远了许多人, 可现在, 我只想随心, 我将贺医光挡在身后, 转身拉着他的袖口, 催着他快走, 他与裴眼里对视着, 火要为无声再燃, 要不是我的请求, 他是不会这样离开的, 裴眼里见了, 面上又是一场冷若寒霜的风暴, 冷笑着问我, 放着家里的好日子不过, 跑到这里来, 原来是跟拼头在一起, 好日子原来被丈夫冷落, 被众人厌弃, 失去孩子, 是裴眼里眼里的好日子, 结婚后他恨我, 羞辱我, 我可以理解, 谁让我毁了他跟梁瓶霜的百年好合, 眼下我就要死了, 他不该来的, 这种好日子我不要了, 你留给梁瓶霜吧, 祝你们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 我说的气定神贤, 没有歇斯底里与崩溃, 与那天离开裴家一样, 简单的像是在说, 下一顿饭, 我就不在这里吃了, 裴眼里瞳孔闪过微不可查的诧异, 这么多天, 他或许只当离婚, 是我因为小池的死意时冲动, 毕竟曾经我不是没有提出过离开, 可最后都不了不了之了, 他怀疑也是理所应当, 唐芝, 你想好了, 这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不会改变, 我离开, 不也是你这些年的愿望吗, 沉静片刻, 裴眼里点点头, 带着嘲弄的笑, 这可是你说的, 将来后悔了, 别来求我,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不禁自问我还有将来吗, 当晚, 我刷到了良平霜新的朋友圈, 修成正果, 配图, 是他指尖一枚崭新的钻戒, 癌细胞在我身体里扩散开来, 不知已经到了哪一步, 我笑着面对, 甚至有些期盼死亡, 毕竟那一天, 我就可以见到小池了, 半个多月没见到他了, 很想他, 可很多天没见到裴眼里了, 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想起他, 过去我对他嘘寒问暖, 无微不至, 他出差, 我替他收拾行李, 打理家里事务, 处理亲友关系, 他应酬交际, 鸣顶大罪, 我给他换衣卫行酒汤, 他与我同床异梦, 深夜还要给梁平霜打电话报平安, 我忙里忙外, 可他待在身边的女人一直是梁平霜, 出差时, 连我的电话都不会接, 唯一接起来的几次, 都是梁平霜接的, 梁平霜理所当然成了裴眼里身边的人, 他笑隐隐告诉我, 眼里睡了, 难怪他厌恶你, 你就只会打扰他吗? 我告诉他, 你好好照顾他, 还要你说吗?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他妻子了吧? 要不是你设计了他, 你真以为自己能嫁给他,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 没有了这些事, 我活得轻松了许多, 为了吊着一口气, 我还是去了医院, 不畏治病, 只不过是想拿些药, 好熬到圣诞节, 小池最喜欢圣诞节了, 如果那天我去见他, 他一定高兴, 走在急壤的人群里, 约莫使我看上去太不像个健康的人, 哪怕裹着厚衣物与围巾, 可空荡的袖口里, 却瘦骨临寻, 拿了要走出医院, 穿着白大褂的贺医生追出来, 我回头瞧他, 他皱着眉走近, 目光焦灼在我的脸上, 我用, 围巾遮了下脸, 生怕被看出端倪, 毕竟除了重病的人, 没人会在短时间内如此严重地暴受, 还是病态地受, 堂知, 贺宜光像是要说些什么, 话到嘴边又转为叹息, 你现在去哪里, 我嗡声嗡气, 车站, 我送你过去, 不知为何, 我莫名地热泪盈眶, 想要拒绝, 贺宜光已经往前走去, 医院门口这条路, 每天都有许多人,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身患绝症, 孤苦无依, 贺宜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上次我走后, 裴眼里有没有误会你, 他以前就总是误会我跟你的事情, 我摇头, 没有,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留学时, 听说你们结婚的消息很诧异, 我出国的时候, 他去找过我, 威胁我不让我走, 说你, 贺宜光低头, 看着地上两片影子, 低笑一声, 算了, 不过裴眼里这个人真是矛盾, 他让我不要喜欢你, 又只说把你当妹妹, 我止住步子, 他, 什么时候说的, 梁瓶霜出现后, 我想起来了, 在梁瓶霜出现前, 裴眼里还会突然冲出来, 抢走我的汽水, 和我喝过的东西, 进而侧身亲下我的脸, 还会笑着提醒我, 少喝冰的, 这罐就归我了, 可那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 久到我快要忘记, 我们还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们之间的暧昧, 很多人都看得到, 起初裴眼里并不解释, 我找到他, 跟在他身后, 那天的黄昏, 将他的身影拉长许多, 梧桐树下他眼眸寒情, 我问他, 你怎么不解释, 他反问, 解释什么, 在燥热的氛围中, 裴眼里眨了眨眼, 正要说些什么, 司机的车子就开了过来, 接我们回家, 回去后, 裴眼里单独去了裴父的书房, 在里面待了很久, 从那以后, 裴眼里突然冷淡了下去, 不再主动带我去吃饭, 更不会去接我, 我去找过他几次, 他却冷着脸, 别来烦我, 我不知道怎么了, 竭尽全力讨好, 却都是无用功, 紧接着梁亭霜出现, 他再也不喝我的汽水, 更不会再亲我, 对我更是渐渐疏离, 当朋友问起他, 你不是跟唐芝在一起吗, 怎么又跟梁亭霜不清不楚, 他拧着眉, 满是不悦道, 我只把唐芝当妹妹, 要不是他爸爸的缘故, 连妹妹他都不配当, 难怪那次我生日给他打电话, 裴眼里却突然对我沉了脸色, 冷着声警告我, 唐芝, 你住在这里是因为你爸爸, 没有别的原因, 你也不要跟别人胡乱说我们的关系, 凡是开口前, 先问自己配不配, 那么冰冷的言语, 让我跟着心碎, 几天后, 母亲也告诉我, 不要妄想潘高枝, 我们在裴家, 只是寄人篱下, 要处处谨慎, 从那以后, 我便收起了自己不该有的妄想与爱慕, 直到这些感情都快消失时, 母亲又把我送上了裴眼里的床, 那之后, 我的余生都在悔恨与懊恼中度过, 当着贺一光的面, 我释怀道, 我跟裴眼里, 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话只用了几个小时, 就传到了裴眼里耳边, 凄凉如水的夜空, 笼罩着漆黑车辆, 裴眼里站在车旁, 脱了大衣, 只穿西服, 烟雾缠绕着他的指尖, 笼在周身, 让他这个人看上去没什么真实感, 什么关系都没有, 堂知, 你可是给我生了孩子, 他还知道我们有孩子, 这话想来是贺一光告诉他的, 我无力去探究什么, 只笑着道, 孩子没了, 可不就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吗, 裴眼里一时间被耿住, 一根烟快要烧到尽头, 他的指尖快被烫到时, 他深情款款来了剧, 堂知, 孩子还会有的, 不会了, 小池只有一个, 不会有了, 没否认, 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是会有, 你跟梁萍霜, 还会有很多孩子的, 而我只想寻一个清静处, 度过人生中最后这几天, 那你呢, 陪眼里反问我, 带着戏谑, 你跟贺一光还会有孩子, 我大脑发胀, 没注意到他的, 还, 字, 满心只想摆脱这个让我痛苦的男人, 最好死前都别再见面, 多见一次, 就会让我想起小池, 就连语气里都多了种破釜沉舟的架势, 那你就当是这样吧, 我转身要走, 陪眼里却恼了, 死命拽着我的胳膊, 那张无情的脸上生出了点波澜,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是我的妻子, 马上就不是了, 风灌进喉咙里, 引得一阵心田, 陪眼里探究地看过来, 像是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 片刻后有了答案, 堂知, 你吓唬人的手段一如既往的愚蠢, 你觉得没了我, 你能活, 是吓唬吗, 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吓唬他, 更何况有没有他, 我似乎都活不下去了, 这次后相是为了逼我回去, 陪眼里没将离婚的财产分割出来, 他卯足了劲, 给我南堪桥, 甚至收回了我现在居住的房子, 我无家可归, 而他却另娶新人, 没有人能在儿子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娶的, 陪眼里却这么干了, 他跟梁亭霜要结婚的消息, 通过许多张嘴传到我的耳朵里, 这是有多喜庆, 又把陪父气得多厉害, 陪家那些人多高兴, 私底下又嚼了多少舌根, 我全知道, 但这会儿对我就当笑话试的听了, 我不再是这场笑话里的人了, 怎么还会在意, 梁瓶霜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温水就要咽下肚, 苦, 那苦从五脏六腑流淌, 压不下去就要吐, 糖枝, 我就要跟眼里结婚了, 婚礼在下月底, 这跟我有关系吗? 算了, 多一句废话都没说, 我直言, 恭喜啊, 接着挂了电话, 继续吞药, 可我哪里知道, 梁瓶霜打这通电话时, 裴眼里就在一旁, 神色颓然, 半点没有新郎官的样子, 恐怕这会儿他才明白, 我离婚是真的, 对他没感情了, 也是真的, 没了住处, 如同丧家之犬, 裴眼里打电话过来时, 想必是嘲笑我的, 我提着行李, 站在车站的入口, 望着如知人群人来人往, 耳畔是裴眼里似幻如梦的问声, 唐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回来, 眼睛有些发色, 很干, 他还是心软的, 或许是惦念旧情, 才会劝我回去, 但为什么小池活着的时候, 裴眼里没有大发慈悲陪他一次, 太晚了, 没人需要这份挽留了, 我捏着手中小池的玩偶熊, 上面有小孩子的奶香味道, 依稀还存留着他发肤的温度, 手指触上去, 就像是碰到了小池的灵魂, 裴眼里, 我不会再回去了, 永远不会了, 我低头看着玩偶熊的眼睛, 像是与小池的灵魂对望, 止不住颤声道, 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我道歉, 待我妈妈向你道歉, 其实早两年我就打算跟你离婚的, 可裴叔叔答应了我妈妈要照顾我, 他不同意, 这才耽误了你跟梁亭霜, 真的抱歉,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在上车前, 手机里又收到了贺怡光的短信, 堂知, 你胃癌晚期, 为什么不来治病, 贺怡光找到我时是在海边, 这是小池生前的心愿, 我列了表格, 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替他完成, 第一项跟爸爸过生日被我化掉了, 第二项一家人去海边, 离了婚, 只有我是小池的家人, 这个愿望, 算是完成了, 站在海边, 沙子绵软潮湿, 海浪轻轻拍过脚面, 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被我的眼泪弄脏了, 我想要弥补, 哭声却愈发止不住, 如果小池还在时, 我答应带他来, 该有多好, 起码他不会带着那么多遗憾离世, 可那时我总想一家人, 裴眼里总归不能缺席, 结果最后, 站在海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 风沙吹得我身体每一处都疼, 回酒店的路上都在硬撑, 可一走到房间门口, 像是幻影一样的贺怡光站在那里, 他人影重叠, 怒气不减, 身为医生的职业修养,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堂知, 你知道你这是在找死吗? 病人不治病, 还跑这么远, 可不就是找死? 我来不及吃止疼药, 就疼晕了过去, 好在, 晕倒时身旁是医生, 不然我连小池的第三个愿望都完成不了了, 喝医生药将我送去医院, 但是到了我这个程度, 在医院就是浪费住院费而已, 我现在全身上下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之前的医药费也都是贺怡光为我垫付的, 他家境不好, 上学时总穿着一件白衬衫, 领口与袖口处洗到发白发皱, 阳光下可以看见衣服上浮起的绒毛, 跟裴眼里的富裕并不相同, 他的生活是拮据的, 正因为这份拮据, 我要将这钱还给他, 吃脸十年的男人不在身边, 最后救我, 替我出住院费, 药费的男人竟然是贺怡光, 我问他,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贺怡光不说什么, 只拿来干净的围巾替我戴上, 然后说, 以前你对我很好, 是吗?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 原来病到这个程度, 是会影响记忆的, 那时候你眼里只有裴眼里, 当然不记得施舍过我这种人, 不知怎么, 我从他语气中听出了怨气, 贺怡光知道怎么救人, 他给我拿药, 望着我的病容, 与众心肠道, 只疼要事就不了你的, 你这个状况, 最好尽快去做化疗, 化疗就得了我吗? 不过是让我再痛苦一遍, 还要丑陋地离去, 我不要那样, 我要漂亮的离世, 这样小池才认得我, 我不要吓到他, 贺怡光的沉默就是答案了, 他是医生, 可面对癌症, 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百分百保证病人的生命期限, 我捧着那杯热水, 有些寄来之则安置的坦然, 贺医生, 既然你找来了,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贺怡光撇过脸去, 眼尾的一点水光, 还是被我看到了, 要是给你安置后世这种忙, 我可不帮, 不是的, 我怎么会让他这样干净的人, 沾染这种晦气时, 可不可以帮我拍张照, 等我死后, 烧给我, 海边餐厅的露台后, 刚好是一片茫茫大海的壮丽景观, 我站在那里, 换上了干净衣服, 可身体的脆弱, 不允许我在风口站太久, 贺怡光帮我拍照, 与大海合影, 这照片我要拿给小池看, 告诉她, 她的愿望, 妈妈帮她完成了, 我靠着露台栏杆, 露出这些天第一个真诚的微笑, 贺怡光尽心尽力帮我拍照, 她想要帮我拍得漂亮些, 可一个病人, 是漂亮不起来的, 当我努力扯起嘴角, 想要留下一张最好的照片时, 出现在贺怡光身后的人, 却默然抢走了手机, 她低头翻看照片, 每一张都是我在海边留下的, 贺怡光都是拍摄者, 美好的氛围瓦解破碎, 我的照片被删得一张不剩, 虚幻的光影里, 我看到裴眼里捏着手机的指尖泛白, 下河绷紧了, 那眼神好似在看一对狗男女, 唐芝, 我找了你多久, 这些天, 你都跟她在一起, 贺怡光上前一步, 大概是想解释我的病, 我拉住她, 挽着她的手, 支撑自己的身体, 还没助你, 新婚快乐, 往后瞧了瞧, 我换门后的梁亭霜, 梁小姐, 四人同桌吃饭, 这场景上一次还是在读书时候, 这么多年过去, 梁瓶霜一点没变, 还是餐桌上画最多的那个, 她给我夹菜, 丝毫没觉得这场面多荒谬, 唐芝, 几天不见而已,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不光是瘦了, 就连唇上面上都没血色了, 她这么一说, 裴眼里跟着看来, 那眼神像是心痛, 但大概是我的错觉, 她怎么会为我心痛, 贺先生就是这么照顾人的, 这又关贺怡光什么事情, 她对我而言只是老同学, 是医生, 肯抛下工作来找我, 劝我回去化疗, 又陪了我两天, 我已经很感激了, 裴眼里凭什么指责她, 她怎么照顾我, 是我们是自己的事情, 我这样让裴眼里下不来台, 还是第一次, 读书时跟在她身后, 当她的小尾巴, 跟屁虫, 结了婚, 她怎样冷落我与小尺, 我都将她当作丈夫, 等她到凌晨, 给她做饮酒汤, 擦洗身子, 她生了病, 我不眠不休照顾, 可那个糖枝, 已经跟着小尺一起死了, 早没了, 梁瓶霜干笑两声, 将手盖在裴眼里手背上, 眼里,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糖枝肯定好好的, 瞧你, 多此一举担心了吧, 裴眼里将手抽走, 这时我才注意到, 梁瓶霜手上的戒指没了, 裴眼里戴着的那枚, 是我跟她的结婚对戒,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结婚这些年, 这戒指只有我一人戴着, 就像这场婚姻, 始终是我的独角戏, 我不演了, 我退出了, 裴眼里却将戒指又戴上了, 这未免太讽刺, 糖枝, 我记得你之前最喜欢吃辣的了, 梁瓶霜说着, 将一块炙烤的羊肉搁在我碗里, 浓重的辛辣味道呛得我嗓子不舒服, 贺一光将盘子推开, 过去是过去, 过去喜欢的, 他现在未必喜欢, 胃癌, 在吃辛辣食物就是要命的, 贺一光帮我解围, 却被梁瓶霜起哄, 贺一声还是这么喜欢护着糖枝, 那时候我就说你们很般配, 果然忠诚眷属了, 还没恭喜你们呢, 说够了吗, 裴眼里声色很僵, 把嘴闭上, 尴尬与仓皇闪过梁瓶霜的脸上, 裴眼里怎么会这样跟他说话, 连我都不禁诧异, 他是最疼梁瓶霜的, 护在心窝里, 重话都没说过两句, 现在却为了一句玩笑话冷了脸, 何况读书时, 他不是没有跟着梁瓶霜一起开我们的玩笑, 我跟贺一光一起吃饭, 梁瓶霜会突然出现起哄, 说些磨冷凉渴又暧昧的话, 裴眼里站在他身边, 看向我们的眉目总是冷的, 继而悠悠来一句, 吃个饭话还这么多, 你们俩还真是大, 他也曾这么说过, 如今却不允许梁瓶霜说了, 那块肉又被裴眼里推给我, 我不喜欢的, 他总是强迫我吞下, 我不信吃一口, 会怎么样, 吃了你就满意了吗? 我视死如归, 试得拿起筷子, 眼眶红了, 从前我爱他, 后来心怀愧疚, 跟他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他却想要逼死我, 不等他的回答, 我在裴眼里愕然的眸光下, 吃了那块肉, 咀嚼吞咽下去, 贺一光突然夺下我的筷子, 堂知, 医生都这么大惊小怪嘛, 这又不是毒药, 不会死, 我还不想死, 只是想摆脱裴眼里, 真是奇怪, 结婚时, 我那么可怕, 这跟他见上一面, 可他夜不归宿, 离了婚, 他却总是出现, 可我哪里还需要呢? 脚痛突然来临, 我捂着嘴巴, 面色煞白, 贺一光站起来, 脱口而出, 亏你还是堂知的丈夫, 他有胃, 声音突然断了, 我紧抓着他的手, 裴眼里不解, 为什么? 胃病, 话一出口, 我忍不住咳嗽, 眼着唇, 弯着腰, 一片星红咳在了掌心上, 可胃病而已, 怎么会咳血? 从海边回来后, 裴眼里出现的次数一次比一次频繁, 而我的脸色更是愈来愈差, 他拉着我去医院看病, 我甩开他的手, 别再来烦我, 好吗? 我的坚定让裴眼里慌乱, 堂知, 你从没告诉过我你有胃病, 嗓子很干, 我嘶哑的声音像是一把生锈锯子在去朽木, 声声聚开了我跟裴眼里的距离, 只是胃病而已, 你应该去关心梁亭霜, 你不怕我真的跟他结婚, 裴眼里紧紧扼着我的手腕, 体温与我融为一体, 没了小池, 我要裴太太的身份做什么, 现在我只想祝你们子孙满堂, 裴眼里今后或许还会有很多孩子, 但不会再有小池了, 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他今生弥补不了的亏欠, 小池死后裴眼里的悲伤很少显露, 可一转眼, 他又那样悲情地站在我面前, 情真意怯道, 唐之, 在你心里, 是这个孩子重要些, 我还是我重要, 小池重要, 我清敏唇, 咽下痛与苦, 如果没有小池, 我们的婚姻不会维持这么久, 刹那, 裴眼里眼睛里好些有什么东西碎了, 甩开他, 我上楼锁了门, 吞下好多止疼药, 可没等药小发作, 腹部的脚痛, 引发了多项器官的作乱, 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一只大手, 在各处游走, 抓闹, 堪称凌迟, 我冲进洗手间, 吐着吐着, 瞥见了一缕绽开的红色, 是血, 关窗时往下望去, 裴眼里还站在那里, 在晚风与黑夜中, 如同一座雕塑, 精疲力竭倒在床上, 不知过去多久, 手机铃声又响起, 是裴眼里的电话, 他好像喝醉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听清一句之, 堂之, 我想小池了我, 我挂了电话, 忍痛将那串号码拖进了黑名单, 我无法原谅自己, 这场病, 便是给我的惩罚, 而我欣然接受, 可死前, 小池的愿望还有两项没完成, 第三项, 爸爸可以答应他养一只小猫, 他说幼儿园的同学都有一只, 他也想要, 可当时裴眼里听了, 却露出厌恶的神情, 他对孩子说, 养你一个还不够吗, 他不想跟我多一个羁绊, 我可以理解, 但他不可以那样跟孩子说话, 我那次跟他大吵一架, 他骂我是无理取闹的泼妇, 我说他不配做爸爸, 他冷笑三声, 你以为我想当这个爸爸, 脚底板的邪猛的往上涌, 我冲上去, 打了他一巴掌, 他将我推倒在玻璃碎片上, 我掌心鲜血淋漓, 他漠然离去, 那天我以为小池被司机送去上学了, 没想到他躲在屋子里, 他给我擦手上的血, 哭得手足无措, 小脸皱巴巴的, 小手抹着眼泪, 哭着说, 妈妈我不要小猫了, 我再也不要了, 小池长那么大, 心愿很少, 我想要满足他, 还是买了一只回来, 也是雪白的, 很小很软, 抱在怀里很乖, 不怎么叫, 小池很喜欢, 悉心照料了几日, 给他取名媛媛, 那几天, 裴眼里没回家, 可他一回来, 就将媛媛扔了出去, 小池说没关系, 可我知道, 他还是难过了很久, 我走进宠物店里, 想要多替小池看一看这些小猫, 那些小猫花色不一, 有的懒散, 有的活泼, 有一只正用粉嫩的爪子扒着玻璃, 他全身雪白, 但是耳朵上多了一块黑色痕迹, 几乎是一眼我就认了出来, 那是圆圆, 他长胖了一些, 发塞了, 圆滚滚的一个, 当初养他, 他还很小, 小池两只手就可以捧起来, 他被裴眼里丢掉的那天, 小池什么都没说, 可第二天的枕头上, 却是湿漉漉的, 看见圆圆就像是又看到了小池, 我克制不住激动, 拍着玻璃, 惊动了宠物店的人, 他冲上来推开我, 我像是发了疯, 指着, 那只猫说是我的, 店员大概以为我是疯子, 推嗓着要将我赶出去, 我不是疯子, 我只是太激动, 失而复得的激动, 小池的圆圆又找到了, 那我还可以见到小池吗, 可来接圆圆的不是小池, 是梁亭霜, 他从宠物店外走过来, 与我的眼睛对上, 又看了看那只猫, 堂知, 你喜欢铃铛吗, 小猫被抱了出来, 我亲眼看着我的丈夫, 被梁亭霜抢走, 又看着小池的猫, 趴在他怀里, 跟他亲近, 我们铃铛可乖了, 你要摸摸他吗, 铃铛, 他不叫圆圆了, 可他就是圆圆, 我记得, 我突然上手去抢猫, 吓坏了梁亭霜, 他连忙后退, 堂知, 你干什么, 抢东西抢习惯了是吗, 他是小池的猫, 不是你的, 我情绪崩溃, 未复脚痛, 大声喊着, 梁亭霜一副看笑话的样子, 堂知, 这可是眼里送给我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你霸占他那么多年还不够, 现在连一只猫也要抢, 是裴眼里, 是他拿了小池的猫给梁亭霜, 他凭什么, 就算他恨我, 可小池无辜,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东西, 裴眼里都会送给梁亭霜, 大约是他的生日开始, 梁亭霜出现后, 裴眼里的眼神便跟随着他, 他优秀耀眼, 与裴眼里天生一对, 裴眼里会因为过生日, 因为等不到他的礼物而难过, 那天坐在台阶上, 裴眼里失落望着月亮, 年少的他五官俊朗, 轻薄的月色落在他脸上, 照出他眼眶里的空洞暗淡, 他问我, 唐芝,你说他是不是不记得我的生日, 他是在说梁亭霜, 我掩藏了自己的落寞, 将打工攒钱买给裴眼里的手表送给他, 苦笑着说, 兴许他是忙, 这个送给你, 裴眼里接过去, 看都没看, 第二天他去接我, 梁亭霜同行, 我看到我的那块表, 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此后还有许多, 比如裴叔叔派给我的司机, 被裴眼里叫去接梁亭霜, 梁亭霜要参加比赛, 裴眼里拿了我的设计稿图给他, 再到后来, 是出国名额, 那天他站在我面前, 坦坦荡荡, 不夹杂半分心虚, 堂知, 亭霜比你更需要出国, 他很有才华, 不应该埋没, 同一天, 母亲被查出胃癌, 命不久矣, 他希望裴眼里带着我出国, 这是他的遗愿, 梁亭霜连他的遗愿都抢走了, 我忍不住坐在母亲的床头哭泣了一整晚, 不知是在哭失去的出国名额, 还是在哭即将离世的母亲, 又或者是裴眼里的绝情, 彼时我没当母亲, 不知道在一个母亲眼里, 孩子的眼泪是怎样的致命武器, 甚至可以让我那位一辈子碌碌无为, 老实本分的母亲去设计裴眼里, 在裴眼里与梁亭霜出国的前一晚, 我与他睡在了一张床上, 我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他怕裴眼里取了梁亭霜, 怕我在裴家没有立足之地, 怕他走后我无依无靠, 如果我早知那杯酒有问题, 我是不会喝下去的, 可裴眼里不信, 他在酒店的床上掐着我的脖子, 质问我不是跟贺仪光在一起了, 又爬他的床, 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知情, 他笑了, 笑得痛快, 手上的力气不断加紧, 言语如一把利刃, 撕开了我的胸腔, 你跟你母亲一样, 天生就是吸血鬼, 那是母亲生命最后倒数的几天, 我带着一脸的伤痕去找他, 我指责他, 责怪他, 我亲口问他, 您跟裴叔叔是什么关系, 他仗白了脸, 氧气面罩中的白色哈气一层一层, 声音又哑又沉, 是谁跟你说的, 裴眼里, 我再次流了泪, 我哭着告诉他, 他说, 当妈的成不了, 就换我这个做女儿的, 母亲僵硬地摇头, 我哭着说, 妈妈, 现在我该怎么办, 那是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见得最后一面, 梦里我跪在母亲坟前, 跟他说我错了, 回应我的, 却是一双柔软, 温热地, 沾染着小孩子气味的手, 是小池, 可一转眼, 他的手变冷了, 身子也僵硬了, 我抱着他嚎啕大哭, 无措地大喊,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救救我的孩子, 没有人可以救他, 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怀中咽气, 在梦里,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 母亲与裴父差点在一起, 可后来他得了病, 又得知我对裴眼里的心思, 想要成全我们, 可那时, 裴眼里身边有了两瓶霜, 他是为了我, 才担了这个骂名, 哪怕走之前恶毒一回, 也要保我衣食无忧地锦绣前程, 可我让他失望了, 我没保住裴太太的身份, 没保住自己的孩子, 还患上了跟他一样的病, 等待太漫长, 过去在这里, 我, 就是如此, 日复一日等着裴眼里归家, 可这次怎么才过半个钟头, 就已经提倦了, 生命仿佛在流逝,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不知熬不熬得到圣诞节, 往年小池是最喜欢圣诞节的, 今年的圣诞礼物, 是圆圆, 为了圆圆, 我不惜亲自找过来, 要见裴眼里一面, 裴眼里来时, 我等在老宅楼下, 面色惨白如纸, 他拧着没走来, 语调中竟然多了温柔, 怎么不回房间休息, 脸色这么差, 胃病还没好些吗? 什么胃病, 是癌症, 是好不了的, 我躲开了它, 往我额头探的手, 不用, 我来是想问你, 是你把圆圆送给梁萍霜的, 什么圆圆, 它不知道小池的猫叫什么, 擅自送给了梁萍霜, 又改名叫铃铛, 我笑不出来, 哭不出来, 唯有平静面对, 小池的猫, 那是它的, 裴眼里眼眸很是复杂, 它抬手过来, 轻抚着我的面庞, 表情里的歉意我无法忽视, 我们先上楼, 猫的是改天再说, 我哪还有改天, 我只要小池的猫, 我的声音控制不住拔膏, 气一上来, 就忍不住想要咳嗽, 拱着腰, 面部充血, 咳得眼前昏花, 裴眼里替我拍背顺气, 我将它的手挥开, 表情急迫, 你别急, 我现在就打电话要, 他拿出手机, 忘了眼什么都没有的茶几, 不满喊道, 怎么没人倒杯水, 都死了吗, 真难得, 他还会在乎我, 有没有水喝, 在旁打完了那个电话, 我等待着裴眼里的答复, 他走过来, 一挣此眼, 我会把圆圆拿回来给你的, 你在这里等我好吗, 抓住时机, 我又道出了另一件证事, 你可以把离婚后, 属于我的那部分钱给我吗, 我现在很需要钱, 我要还给贺怡光, 他不是什么富裕人家的孩子, 这些天给我花的钱占了太多, 我是要还给他的, 没什么比轻轻松松的走更好, 你来这里, 是拜托我找猫, 还是要钱的, 我说都有, 他神色顿时复杂了很多, 拖着虚弱的身体, 从床头的皮夹中拿出一张卡, 递给了我, 密码, 小池生日, 原来他是记得小池生日的, 记得这个日子, 却从不出现, 我接过卡, 他却没有松手, 钱我给你, 但不是什么离婚补偿, 裴眼里接着郑重其事, 唐芝, 你等我回来, 我去把小池的猫找回来, 我们重新开始, 小池的房间我重新布置过, 生日我们下次一起陪他过, 好不好, 可我等不到小池的下一次生日了呀, 他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 早一点答应陪小池过生日, 太晚了, 裴眼里真的太晚了, 这一等好像等了一辈子那么长久, 在被病痛折磨着时, 我望着裴家老宅, 想起第一次我跟母亲走进这里, 裴眼里还是一副少年模样, 后来我们在这里结婚, 穿着婚纱那晚, 我什么都没等到, 紧接着母亲去世, 我在我与裴眼里的心房里哭泣, 她嫌我烦, 将我扔了出去, 怀着小池时那段日子, 我始终沉浸在悲痛中, 发现怀孕已经很晚了, 早已过了可以进行手术的时间, 那几个月里, 裴眼里不止一次劝我银产, 她真的讨厌急了这个孩子, 我不答应, 我一点点将小池养大, 一个人带她打针吃药, 为她穿衣暖身, 哄她入睡沉眠, 她掉一滴泪我心碎, 她一笑我再没烦恼, 小池知道爸爸不爱她, 也不爱我, 为了让我可以多得到一点爱, 她弄伤自己, 多次让自己感冒发烧, 就为了让裴眼里回来, 看望我们母子, 可这不是我要的, 我只要我的小池好, 我曾轻声细语告诉她, 我不要她伤害自己, 没什么比她更重要, 何况欺瞒撒谎是不对的, 可小池不听, 她只是个孩子, 她只想让爸爸妈妈在一起, 很快, 裴眼里发现了, 这一招也失去了作用, 直到小池的死讯传到她耳边, 她都以为是小池跟她开的玩笑, 在这座房子里, 我遇见了裴眼里, 失去了母亲, 有了孩子, 又失去了孩子, 或许是真的走到尽头了, 这些过往走马观花, 出现在脑海里, 裴眼里是凌晨回来的, 她怀里拥着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 拿着小猫的爪子碰触我的鼻尖, 小池, 你要的圆圆, 我给你找回来了, 是圆圆吗? 我快要看不清了, 伸手睫毛时顿了下, 认出了这只猫不一样的瞳孔颜色, 耳朵上的颜色是一样的, 大小也差不多, 可就是不一样, 是直觉, 怎么了? 陪眼里问我, 她让那只猫在自己怀里躺着, 自顾自道, 以前小池小, 我总觉得养宠物会伤了她, 到时候你又要心疼, 所以不答应让她养, 我垂下了手, 不打算抱猫了, 这不是圆圆, 为什么要找一只假圆圆骗我? 要是小池知道, 一定会怪我, 陪眼里, 这个时候了, 你没必要骗我的, 在这里, 我等了一辈子, 最后却连小池的一只猫都没等到, 陪眼里正了下, 骗你什么, 这不是圆圆, 我太过冷静, 冷静到笃定, 圆圆呢, 她真的去找良平双药了, 细看之下, 她面上还有巴掌印, 领口有些褶皱了, 大概是两人发生了争执, 回来时很焦急疲惫, 但还是拿猫在哄我, 圆圆坠楼了, 就在陪眼里打了电话后的半小时里, 良平双是凶手, 但没人可以惩戒她, 我又痛又悲, 但麻木了,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 陪眼里让猫从自己怀里溜走, 空出手来, 那样子像是请求, 可她请求我什么, 回家, 全身的力气被抽空了, 我眼前一黑, 腿软倒下, 最后嘴巴里还在呢喃这三个字, 找小池, 可还没等我找到她, 便在陪眼里眼前晕了过去, 好吵, 是谁在敲门, 在喊我的名字, 拼尽全力, 想要保持清醒, 可混混顿顿的思绪里只有很淡的吵声, 像是残缺的片段, 像是有男人在吼叫, 在砸东西, 家庭医生的衣领被揪起来, 她是我的妻子, 她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看到了, 那是陪家的家庭医生, 站在她身边的是一脸默然的贺疑光, 她反问陪眼里, 她是你的妻子, 她快死了, 你才知道她得胃癌了吗? 陪先生, 请你冷静, 家庭医生竭力在维护场面, 两个月多前, 我给你打过一通电话, 是您亲口说, 唐小姐的事情跟你无关, 原来, 她早该知道啊, 我迟缓地呼出一口气, 氧气面罩压在我的脸上, 呼吸声像是我的倒计时, 每一口气都是艰难而珍贵的, 陪眼里走过来, 在死前, 我亲眼看到了那么骄傲的男人在我面前低下头, 他想要去拉我的手, 又怕弄疼了我, 手抬在空中, 迟迟没有放下, 像是一个弄坏了心爱的玩具, 竭力想要弥补拼凑, 却不知从何下手的小孩子, 片刻, 他捂住了自己的脸, 隐隐约约, 我听见他乌夜的哭声在病房响彻, 真吵, 可不可以离我远点, 可惜我开不了口, 骂不了人, 不知过去多久, 贺医生走了过来, 我眼皮动了动, 看到他白色的影子站在陪眼里身后, 你这样会吵到他, 滚开, 陪眼里压着颤音在吼, 嗓音是嘶哑干裂的, 他哭了很久, 哭得我都要烦了, 我曾以为我的眼泪最多, 没想到他也会流泪, 还是为我, 人都要死了才知道后悔, 当初干什么去了, 他是你的妻子, 这么多年来, 你关心过他吗? 贺医光一字一句, 如真扎心, 以前你怀疑我们, 结了婚你还是怀疑, 可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只是想当你的妻子而已, 我为唐之不值, 我没想到他会生病, 真的, 我没想到, 医院里到处都是重症病人, 他们吃不下东西, 靠着要丸子度日, 咳血是最轻的, 掏心抽血的疼是, 每天都要承受上百遍的, 这些裴眼里怎么会知道, 他只当我是为小池的死在胡闹, 在小题大做, 他以为, 我还会回去, 他们在我床边争吵, 丝毫不在意我是个将死之人, 裴眼里轻轻将我的手掖进被褥里, 背对着贺医光, 你不是医生吗? 你可以救活小池吗? 他早就不想活了, 谁都救不了了, 到了这个程度, 贺医光说的是真话, 裴眼里, 你出去, 屋子安静了下来, 身体的知觉很虚幻, 我的手被抬了起来, 贴在裴眼里的脸颊上, 他亲吻我的掌心, 有眼泪在往下落,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了病? 因为小池走了, 你连病都不治了, 那我怎么办? 你心里只有那个小孩子, 分给过一点位置, 给我吗? 裴眼里用我软趴趴地手打自己的脸, 是我不对, 我怎么可以吃小池的醋, 怎么会去吃贺医光的醋, 我们才是夫妻, 小池, 你醒来打我, 你想怎么骂我打我, 我都愿意, 他在换我的名字, 我听得到, 好想挣脱他的手, 只因我看到了小池在向我招手, 他在叫妈妈, 他说, 妈妈, 这里好黑, 我好害怕, 想冲过去拥抱他, 裴眼里的手, 却死死扯着我, 怎么这个时候, 他还不肯放过我, 又针扎进我的皮肤里, 疼得我猝紧了眉头, 脚趾跟着蜷缩了下, 骨头缝里好似都在疼, 药物疏进我的身体里, 疼痛短暂消失了, 生命中的疼, 却是药物无法抚平的, 床头有人在忙碌, 是医生, 是护士, 焦急的吵声伴在耳畔, 心电图上的生命体征很微弱了, 在宾死之际, 我好像又看到了小池, 他坐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 小小的身子趴在草里, 一抬头, 那张软软的小脸上生着一对酒窝, 一笑眉毛弯弯, 他甜甜地叫我妈妈, 我想要去抱住他, 可耳边还有人在叫我, 叫我的名字, 场景变得扭曲, 裴眼里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他在呼唤我的名字, 可我想要跟小池走, 我想说停下吧, 就这样离开, 是我最后的夙愿, 可他没有停, 这些天他找来了最好的医生救我的命, 可再好的药对我都没用了, 我没有了求生的意志, 一时都在跟着梦中的小池走, 可现实里, 裴眼里死死拽着我, 不让我走, 直到心电图上的有了波动, 是他将我救了回来, 他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条命是他的, 要我惜命, 我在医院躺了一周, 这一周里, 裴眼里寸步不离守在我身边, 可我知道, 我撑不下去了, 在生命尽头, 我却看到了我最不想要见到的人, 圣诞前夕, 梁瓶霜站在我的床边, 我这个样子, 他一定很痛快, 他观赏着我的惨状, 将我的丑陋与病态尽收眼底, 可他却说, 真是报应, 接着他又补了句, 是裴眼里的报应, 这么多年他耍我, 利用我, 让我对他死心塌地, 最后却告诉我, 他从没爱过我, 就连送我的猫都要拿走, 凭什么, 耳边的声音断断续续, 一句接着一句, 砸进我死水一潭的心中, 原来到最后, 我们谁都没有得偿所愿, 堂知, 你一定很纳闷, 为什么他会恨你的孩子, 梁瓶霜低头附身, 测在我耳边, 在我还有呼吸时, 给我致命一击, 因为他以为, 那是你跟贺仪光的孩子, 是我告诉他的, 是我假造了亲子鉴定书, 他就信了, 大笑几声, 他身子都在颤, 眼角却挤出泪花, 他真的就信了, 胸腔里在剧烈跳动着, 我已经分不出, 那究竟是愤怒还是其他了, 梁瓶霜却还没停止,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死的时候, 裴眼里这个亲生父亲, 竟然是庆幸的, 他以为这个孩子死了, 就能跟你重新开始了, 他以为的开始, 殊不知却是结束, 撑着沉重的眼皮, 我半睁开眸, 活动手指, 第一眼看到的, 是从外面走进来的裴眼里, 他提着梁瓶霜的胳膊让他滚, 梁瓶霜一声声嘶吼着, 裴眼里, 你活该, 活该, 他是活该, 我更是, 梁瓶霜来后裴眼里大发雷霆, 他骂了很多人, 像是无力地宣泄, 他想要为我喝水, 可唯有他为的我不喝, 只好护士来喂, 他在旁看着, 等护士走了, 想要替我擦拭嘴角, 我侧过脸去, 看着窗户外的飘雪, 虚无地张了张嘴巴, 快圣诞了吧, 裴眼里, 是, 明天圣诞节, 我们一起过节, 我要熬到那一天, 去见我的小池, 小池, 我会治好你的, 裴眼里强行握住我的手, 他想要抚平上面的针孔, 却做不到, 我早应该知道的, 你瘦了那么多, 脸色那么差, 我怎么没发现你病了, 他是没发现, 可我告诉过他的, 我是说了的, 那天, 我问了一句, 最近胃里总疼, 要是绝症可怎么办, 裴眼里听了只是放下筷子, 那不要死在这里, 太晦气, 现在真的是绝症了, 他难道不觉得晦气吗, 圣诞节的夜晚, 总是热闹繁华的, 圣诞树很漂亮, 绿色的, 助力在商场中央, 挂着许多装饰物, 路过的行人, 大多都会停下拍照, 彩灯打开闪烁着, 将每张笑脸都照亮, 我坐在车里, 裹着厚重的衣物, 帽子遮住了眉毛, 只留在外一双眼睛, 隔着车窗, 望着圣诞的夜晚, 下雪了, 雪花是白的, 很纯净, 像是小池的眼睛, 是微笑着的, 也是失落的, 那一次也是在这里, 我抱着小池坐在车里, 他指着那棵圣诞树说漂亮, 我跟他一同看去, 看到了树下, 站着裴颜黎雨凉瓶霜, 他们在那里合照, 我心意紧, 忙捂住了小池的眼睛, 在茫茫雪雾中, 我好像看见了小池正穿着红色的毛衣坐在树下, 他摸着圣诞树上的小铃铛, 妈妈, 这个好漂亮, 是很漂亮, 可小池的笑脸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裴颜黎焦急的面色, 手臂圈着我的肩膀, 让我靠在他怀里, 小池, 我好老, 他想要给我温暖, 可他忘记了, 自己就是一块冰, 要不要下去走走, 我摇头, 只远远地瞧上一眼, 就当作是替小池过这个圣诞了, 雪还在下, 力气在减少, 裴颜黎好像感受到了我体温在下降, 紧接着搓着我的手腕, 可上面大片大片的淤青, 全是扎针留下, 小池, 你是不是冷? 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他脸颊贴着我的额头, 还是那骨子轻裂干净的气味, 却让我觉得好遥远, 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这些年, 他留给我的气味, 大都是凉瓶霜身上的香味, 坐在车里, 他跟我一起赏雪, 下巴抹扎着我的头发, 车厢中很安静温暖, 风雪被隔绝在外, 我与他一起看雪, 他的声音如续, 很轻地飘在我耳边, 小池, 你还记得那年, 我为什么不解释我跟你的事情吗? 我应该告诉你的, 这么多年, 我分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告诉你的, 雪势变大了, 小池在那边冷不冷? 没关系, 我很快就要见到小池了, 毕竟这是小池的最后一项心愿, 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眼皮上像是凝结了一层霜, 我合上眼眸, 原来人在最终失去的是听觉, 灵魂像是脱离了身体, 可裴眼里的话还在继续, 小池, 如果不是爸爸告诉我他要娶你妈妈, 如果不是他让我把你当做妹妹, 我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你说是不是? 小池, 小池, 你很冷吗? 小池, 你等等我, 我不等了他, 我要离他远远的,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不要再见到这个人, 声音变得好远好远, 好像有哭声, 有人在叫我, 光变得很微弱了, 在我的视线中, 扩大, 又缩小, 我很累, 眼皮很沉, 抬不起手, 想要抱一抱小池, 捕捉到的却是一团影子, 我一直追一直追, 哭喊着, 奔跑着, 一直走到尽头, 大汉淋漓, 气喘吁吁, 终于看到了小池, 他怀里抱着雪白的圆圆, 妈妈, 你来了, 这一次, 我终于抓住了小池的手,